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最近华强北不论是苹果还是华为的二手机器价格都有所下调 具体行情如何 我们一起来市场一探究竟2000到3000左右的预算呢 我们喜欢这台华为mate30polo 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这台呢也是为北京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5G版本256g的一个机器 95成星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2900左右就能入手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芯片采用的是麒麟990的5G处理器 6.53寸的刘海瓶 后置40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电子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4500毫安正常待机一天完全够用 手上这台华为mate40polo呢也是为广东的粉丝关注我们半个多月时间 选择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5G版本256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4700左右就能入手 95成星芯片采用目前华为最后一款麒麟9000处理器的芯片支持5G网络 屏幕呢配备的是一个6.76寸的双起面屏 虽然也算是一款老款机器 但是放在如今 性能方面依旧够用系统支持鸿蒙系统电池容量也有4400毫安 只有1000多的预算呢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mate30绝对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4G版本8加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95成星是在1900左右就能入手 对5G网络没有需求的话 这款机器除了那个网络速度差一点 其他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芯片采用的也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 正常用个两年到三年左右依旧没有任何问题 同样1000出头的预算呢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mate20polo性价比也是不错的一个机器 95成星6加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1300左右就能入手 除了不支持指纹解锁以外 面容解锁功能也是有的 芯片采用的也是麒麟980的处理器 6.39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有4200毫安 最近二手苹果机市场来货也是非常少 手上这台苹果12pm有所卡贴机128g的呢 也是一位湖南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了一台机器 由于市场原装机器比较少 所以这台机器呢 我们也是找了差不多快一个星期才找到这台 95成星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400左右就能入手 相比无所也有个1000多的差价 配合1SIM信号稳定5G 芯片搭载的是A14的处理器 放在如今 不论是哪来当游戏机或者主力机 占用个两三年 依旧没有任何问题 这台呢 是一台无所的苹果XR 128g的95成星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1800左右就能入手 这台呢 也是为浙江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机器 A12的处理器 放在如今呢 性能方面依旧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机器 单层主板的设计 散热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 电池容量有2942毫安 虽然说后置只有单向头 但是1200万的像素 拍摄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样2000多的预算呢 我们喜欢这台苹果12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台机器 这台呢 也是一个有所卡贴器 128g的外观程式就诚信 但是机器呢 是比较不错的 电池效率100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1228的是在2400到2500左右 6.1寸的oled 刘海瓶a14的处理器 机器呢 配合ecem支持5g网络 后置采用双摄1200万的像素 手上这台呢 就是最近性价比非常高的有所卡贴机 全新未激活 未使用的14pm 128g紫色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5200左右 机器呢 是一个全新未使用未开孔的机器 我们仔细检查好机器外观程式没有问题 确保机器是未激活的 然后就要拿去开孔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 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线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 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高清大屏 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 也是目前华翔北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 无线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A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 音质也很棒